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打到盛上 没有愧对李家的声名 没有愧对将军的名号 哎 闺女 你说 要什么 父亲给你找 父亲 女儿想进宫 见见太子殿下 看来青童还不知道啊 太子殿下恐怕没空见你 三日之后 殿下就要大疯了 你说什么 将军 太平城的情况已整理完毕 阿鲁 周长不失几日了 已有五日了 卫军夺成十日不长 有些百姓远不至于靠官府失周 但他们还是来讨周和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给你送药 你的伤还没好全 理应好好休息才是 药 几个月吧 但你想过几个月之后吗 嗯 有免费的周和 谁还会去工作呀 照这样下去 几个月之后 灾民的数量不但不会减少 反而会增多 到时候 你从哪儿弄些银子 供他们喝粥啊 那先生有办法 慢慢你就知道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流离失所的难民 不然衣服不可能如此干净 这该怎么办 我都放开 来 李将军失赢了 我都放开